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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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晚安 今天大家很辛苦 也很精進 透過網路這樣共修 雖然大家沒有在一起 可是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的心 釋放出來的那個磁場 就算我們 異地而居但是 世間話說人同此心 心同此底 我們的心念 我們 正式的自見觀念 理解的自見觀念 如果是在同一個 這個自見上 我們講同行同見 那不管再遠 都可以產生共振 就像阿彌陀佛 李宗盛 十萬億佛圖 可是當我們 信念祭祖的時候 我們的心可以跟佛產生共振 產生共鳴 可以感應到教 所以心是無眼無界的 我們這念心 真的是超越時間 超越空間 超越我人眾生受成 超越過去 現在未來 所以心不可思議 所以佛法講一切為心 修來修去 還是在修正念心 那我們今天 念大悲神咒 那 門這個 起教的這個大方天王 大家讀大悲心 同內心就知道 他呢 很慈悲為我們 向觀世音菩薩請問 就是說 這個廣大圓滿 不愛大悲心 陀羅尼 這個咒語 他的相貌到底是什麼呢 更白話來說就是說 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來念這個咒 才有辦法真實的契入 所謂的廣大圓滿 不愛大悲心 陀羅尼 才有辦法契入這個大悲咒 因為 咒語是一個音聲 它 音聲是一個工具 那主要是 我們能念的 我們啟動的是什麼樣的信念去念它 這會決定這個音聲 釋放出什麼樣的力量出來 什麼樣的磁場出來 什麼樣的作用出來 我印象很深 在廣次 昌文書都鼓勵人家 持送大悲咒 他自己老人家 一生也持非常多的大悲咒 不同的心態 持出來的那個磁場 問了就是不一樣 所以 用一種猛力心來指的話 他就類似有一點 變成一種想謀 驅謀 用一種比較猛力的心 那如果 我們能夠以大半天王 請問觀世音菩薩 這個大悲心佛羅尼咒的這個相貌是什麼呢 那我們以這樣的心來指 就容易跟菩薩的這個悲心啊 這個智慧啊 這個功德啊 能夠感應上 能夠感應到家 所以大半天王的慈悲 幫我們請問了 這個大悲心孔領的相貌 那就有十個相貌 當然 他的相貌是怎麼樣 既然叫廣大圓滿無愛 那 觀音菩薩的心是騙通法界的 然後 所以他的相貌其實是無量無邊 但是 就著凡夫眾生 可以 納受 可以理解的部分呢 所以 菩薩的慈悲 講出了這個大悲咒的十個心形相貌 就是第一個大慈悲心事啊 什麼叫大慈悲 這個大呢 不是大小相對待的大 他這個大呢 佛法講的大 大乘經典裡面那個講的 描述的那個大是 超越大小對立的大 主是說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的那種大 就是 超越那種 對立相的大 是絕代的大 不是我們說這個桌子呢 底底子大 然後這個桶子底杯子大 不是那種相對待的大 而是一種絕代的大 就是 我們的那一個 親近的那一面心啊 那個是絕代的大的 所以這個大你看喔 他是一個人有沒有 然後上面一盒 這個叫大 這個一盒切下去 把這個頭啊給切切斷了 這個頭切斷 不是砍頭的意思啊 人切一橫叫做大 就是 頭以上的這個思維分別 用腦去分別的 這一個 這一個狀態呢 把它切掉 就是 直接用心 而不是用腦 不是用分別 這個也是在描述什麼 我們的真心啊 我們的真心是離這些思維分別的 他是直觀的 而不是一種 以原文字的思維分別的 這是我們錄到真心是這種狀況 所以他這個大你看 把一個人 把它 用頭腦去分別思維的這一塊 把它處理掉 回到什麼 回到 純真的 本真的那個狀態 那個叫大 那是我們的佛性 我們的真心 那個是絕代的大 然後這個詞呢 詞是什麼 詞 你看這個詞 這個字是知心有沒有 一個知 下面一個心 哎呀 這個只有妙啦 知是代表什麼 知就是詞 就是當下 當下的心 當下的心是什麼狀態 就是 不去追憶過去 也不去期盼未來 也不會執著 執著現在 這個就是當下 當下的心 那這是什麼心 也是我們的真心 描述真心 是這種狀況 然後呢 這個悲呢 悲你看這個悲字 一個非下面一個心 非心 不是心 不是我們一般用的忘心 第六一式的虛妙分別心 不是這個心 也不是第七式的我之事 我之心 也不是 也不是第八式的那一種 這個 懶靜何和的那個心 也不是 它是清靜 絕在 然後平等的那個狀態 不是忘心 就也是代表什麼 我們的真心 所以大 慈悲 這個心 都 這三個字 其實就是在講我們的真心 我們的真辱佛性 那你這個 這個心不是什麼 思維 不是分別的 的這一種心 所以就像幾心論講的 離言說相 離明治相 離心原相 不是心思口意的那個心 那是什麼心 我們的真心 所以這個大慈悲呢 這三個字 就是在講我們的真心 我們的真辱佛性 所以你看這樣來念大悲咒 那當然什麼 以空應空 乳水乳河 水跟水在一起 你分不清哪邊的水 空跟空交融在一起 就是一個空 就不二啦 氣路啦 就不二啦 所以這三個字 其實就是 也是一代實教 也是最圓滿的那個教義 那這個當然就是廣大圓滿無愛 那就穩額這個大悲咒啦 所以以這個心來念 你看喔 十方諸佛 或者觀音菩薩 地藏菩薩都 他們因地發願的時候 是用什麼心在發願 他們都是以真誠的心 沒有虛假的心 以那一念自誠的心 無我的心 清靜 平等 純真的心來發願的 那我們要是沒有提出這樣的心 相對應的那個心出來 我們怎麼會感應到家呢 磁鐵跟鐵才能相吸啊 對不對 因為質地一樣嘛 磁鐵跟槽 磁鐵的激力在強 能夠把槽吸過來嗎 不可能嘛 對對 所以佛菩薩以真心發了這一種大怨 那我們凡夫要感應上菩薩的這個悲怨 要跟佛菩薩的怨力共感共應 要跟佛菩薩感應到家 那個心能夠虛偽嗎 那個心當然得要真啊 對啊 得要大啊 得要齿啊 得要悲啊 當然也得要這樣啊 得要用一種絕代的大法 去掉那一種腦筋的虛妄分別的 然後用當下的這一個真心 然後用非妄想的這個心 這樣才可以感應上佛菩薩 這個叫大慈悲啊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心 第一種心 好 OK